大家好 我是大马正哥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 近海湾 今天我来给大家 我们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的 新山的国际学校 也是新山规模最大的 一所国际学校 欧米加国际学校 他现在有学生将近3000名 中国学生 100多 一百几十个 他的 他的课程的话 是采取英国建桥的IGCSE的课程 然后他的整个 从一年级到十一年级 高二 读完以后就参加一个IGCSE考试 根据这个IGCSE考试成绩 来申请全球的大学 预科 他是用一个Foundation的课程 主要是大多数学生都是 毕业都去到英国澳洲 或者是英国澳洲在马来西亚的分校 这个是占了绝大多数 另外一小部分呢 也有选择的加拿大 美国 新加坡香港 这些地方也有欧米加毕业的学生 基本上多数的中国学生 都是进入到世界前100名的大学 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在欧米加毕业 从上海过初二来这边 从上海来到欧米加读书 现在是英国南普顿大学 新加坡分校已经大 下学期的话就会去到英国 去再读 后面两年的课程 所以他整个来说 在这边读工学校的话 可以避免的国内的中考 高考的一个竞争压力 同时也可以很容易的 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吧 欧米加的学费的话 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应该是在马来西西山是最高的 他整个的高中中学的学费 是24000马币 小学的话 可能就是小学只有2万多一点 还要稍微低一个3000块钱 住宿费的话 生活费加起来是18000马币 包含了下午的课程 有一个三个小时 两点钟以后到晚饭的时间 还有三个小时的下午自习 老师会统一的辅导 这些也都是包含在 住宿的费用里面 总共的话一年就是中学 是42000马币 相当于人民币6万多 不到7万人民币 这个费用还是属于 对国内很多城市的 人家情感说 还是负担 还是可以负担得起 所以说现在 最近半年的话 我这边也是 接到很多的这个资讯 那时候读我每家的学生 还是非常的多 另外它的那个住宿的一个管理 是非常严格的 也是非常安全 保障每个学生的安全 他是一个所有的学生 都是住在学校旁边的别墅区里面 有监控 有保安巡弱 有社间的老师 就是管理宿舍的老师 会经常去上门了解孩子的情况 生活情况 会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随时跟老师反应 老师会进行帮助 他的那个住的学生的话 他不一定不是同一个年级的 就是说很多就有高年级 低年级的学生都有 这样大家在一起的话 就像兄弟姐妹 有个大的 可以就是有的时候 可以扶到孩子下的学习 像一个家庭一样的一个感觉氛围 所以对孩子的这几年 如果在这里生活三四年的话 他的一个沟通交往 文人处事 各方面的一个训练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很多学生在这里 待了学了三四年以后 他不光是学习的成绩 也取得很大进步 考上了很理想的大学 另外他的在人际交往 文人处事方面 也是取得很大的一个提高 独立性也是非常强 因为生活独立 还有这个跟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 他有大的 有比你大的 有比你小的 在一起的话 就像一个 像个个姐姐 对吧 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个 互相关心照顾 其实这个 对于在国内来说 很多方面是很难具备的 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 欧米亚这些年还是取得了很 学生的 毕竟成绩 还是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绩吧 这一点的话 在他每年的这个成绩 在马来西亚 还是明年前茅的 特别还没有 每年会有几样三个单课 他的学生成绩 能拿到全球的最高分的成绩 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 那接下来 欢迎大家 关注大马真哥的视频好 我给你带来更多的 关于马来西亚的 留学教育的一些咨询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欧米家的那个暑假的 教育考察 一日考察的行程 在7月4号和7月18号 会安排两期 在后续在8月份 根据大家的一个时间情况 我们也会陆续推出后续的一个 8月份也可能会推出 一两次的这个 一个野兽的教育考场 他的那个行程的话 一天的话就上午是在欧米家 接到欧米家 然后参观交流 校园参观交流和问答 回答 互动 中午的话 他学校有一个招待 一个午夜 下午的话 就会带大家去教育城 去参观英国 莱丁大学和南普顿大学 其中在南普顿大学 我们会有老师进行一个讲解 对南普顿大学的这个情况 招生要求 流程 进行一个讲解 大家有兴趣 可以抓紧报名吧 我们可能在6月15号左右 15、16号左右 我们也会 这个系列的团也会截止 目前已经有 这两天已经陆续 有一些家长 已经跟我进行登记报名 好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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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